我该不会是个傻子吧 我看了一个YouTuber 就是他说 他26岁的时候 学到了26件事 然后今年27岁了 所以又录了一期视频 就是讲 他学到的27件事 我就感觉吧 我也一把年纪了 我怎么就啥也没学到呢 我觉得这样子不好 就是应该传播一些正能量 可是最近就总感觉 哪里不对 我们就来 这期就作为谈新节目嘛 我们来走走新 来看我的应该都是有心人 就感觉做什么都不开心 我就是年纪大了嘛 或者是人生已经达到了巅峰 怎么这么不开心呢 你们又没有这种经验呀 以前吧 小 小的时候吧 你就天天父母给你布置任务呀 老师也给你布置任务 然后吧 你就上学 然后吧 这毕业了之后也工作了 就感觉也就那回事吧 这也不是什么想要的那种未来 就不开心 谈恋也失败 不知道干点啥好了 现在好不容易想做YouTuber吧 然后又来给大家传播负能量 大家好 晚上好 哎呀 我又活过来了 因为觉得刚刚那样子实在不好 结果我就去刷了一遍心灵鸡汤 我现在喝了几碗鸡汤之后就活过来了 我给你讲讲 我都看了些什么 一开始呢 是很不服气的 我觉得这鸡汤不好喝 我给你看了 我都喝了什么鸡汤 快乐不是因为得到的多 而是因为计较的少 我现在什么也没有计较呀 我也不快乐呀 我不去想是否能够成功 既然选择了远方便只顾峰与建成 我现在挺远的了 我也不开心了 我觉得这家挺好的 下一个 如果心胸不似海 又怎能有海一样的事业 我为什么有海一样的事业 海是谁 这鸡汤是不是对它老呀 不过刚刚我有看到一个 然后看到这个的时候 我就豁然开朗了 我就觉得我是幸福的 这个就是 幸福和幸运是需要代价的 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 所以说我现在不开心是因为我没有 花钱去吃什么午餐 所以我就是我没有付出什么代价 所以我没有付出什么代价 那我应该不应该是最好的时候吗 我想和大家分享一下我现在怎么变得这么的 像寡人一样 就无欲无求的 我觉得要还是从出国留学说起 像大学的时候学的是金融 一心想的就是要去冲向金融界 什么去银行 什么去投资银行 要挣大钱 就是那种要报效祖国母亲 要报效自己的母亲 那种心怀大志 为什么来法国呢 我很想和大家分享我这些年所经济的事情 就感觉像段子一样 我当时我那个大学是2加2 后两年要去澳大利亚的 比较实惠的选择了你只付两年的学费 你还可以拥有国外国内的双文凭 结果我去当时要读英语读雅思 去上课的时候我就发现班里都是同学 都要去留学的 可能会去新西兰 然后才发现新西兰才9万学费一年 就比澳大利亚的十几万又便宜了好几万 那我就感觉那省了好老鼻子钱了呢 然后就准备去新西兰的 又一个老师是听力老师 他说他觉得法语挺有意思的 就是法语的h不发音 我说老师心语爱好挺广泛的 他说他有个同学去法国留学了 然后怎么怎么样 然后我就听到了一句话 我记得后来他说的什么东西我都听不着了 我就只听到他说法国没有学费 然后我瞬间就觉得哇那就是我要去的地方呀 那就是我要去的远方 我没有武力的远方 就是没有压力的远方 然后当时还刚报名了就是雅思考试 我还记得很清楚 当时报名费是1200 我报名了我觉得哎呀那我要退呀 我要去学学法语 英语跟我没有关系了 我就去重新学了法语 这感觉就是个坑啊 这也不算是个坑吧 一路走来也挺开心的 法语要从头学习 学起来我才发现法语那个难呢 英语相比法语来说 就只是一个缩写版的语言 就是把各种繁琐的语法去掉了 他就是英语就那么就那么难 就你学法语的话 你要把所有负担的东西都要从业捞回来 然后还要去签证 法国人就特别的本着对你负责的态度 签证的时候他会问你各种人生问题 法国人就很在意你的动机 他要知道你为什么去 你去这个地方的话 那别的国家可不可以代替 如果可以代替的话 他就认为那你还是不用来法国 就是很奇怪的逻辑 我乐意不行吗 他们一定要你有一个清晰合理的逻辑 我就当时签了三次才签过 其实我现在能够很清晰的理解 他为什么需要动机这个地方 就是你在法国上学的话 申请的话要填写一个动机信 就是拿一封信解释 为什么这个专业 为什么这个学校 他的角色非常的重要 你包括转学 大学之间 大一大二你可以任意转 也可以转专业 都需要赞业风险 包括研究生和博士 还有找工作 因为法国的教育都是免费的嘛 所以他认为就是 就是免费 而且认为这个教育就是一个人权 那按理是说 他既然是人权 那不是所有人都可以去上学的吗 那你总不能阻止我实现我的权利吧 以前确实是这样子的 你想上就上 上得响亮 你想上哪个都可以 然后他是出现了一些情况 就比如中途退学呀 年轻人不珍惜这一个教育的机会 加了这一个动机性这个要求 来判断你这个动机是否合理 判断要不要把这个机会给你 还是说你有可能会浪费这一个资源 因为有很多人还真的很需要这个教育资源呢 对不对 把机会让给有需要的人 那是考虑到所有人 就是都包括你对你自己的未来 他都要帮你负责 这感觉比前男友都要好 然后后来读的硕士 学的是风险管理 我们要对风险进行判断 然后进行评级 有一次有一个小组作业 我们不想做 然后就各自划分好 直接那天要去要去演讲 然后那天汇报的时候 我负责那个风险评级的部分 我当时就把这个公司的运转风险放到了第一位 然后我就受到了全班的鄙视 以及老师 他们说只有资本主义社会才这样 不顾人类 员工才是第一风险 人永远是第一风险 我当时就彻底记住这一句话了 我相当于从这个事情才真正的融入到法国社会 以前就只认为法国人好慢 好傻 好笨 现在就知道他们的逻辑跟我们的完全不一样 你不能拿你的逻辑去判断雷锋 对不对 就这种感觉 然后他们就说 这个公司现在问题很多 风险很大 他一旦倒闭 这人就会失业啊 所以人的风险是第一位 我当时就想 那不还是公司第一位吗 公司倒闭了 那人就没工作了 那点啊 就相当于 那有谁后有谁 他们把这个谁放在第一位的 所以跟我这个谁不是第一位 当时我就知道了 这个是没法解释的 那就是 那就是记住一句话就好了 人才是最重要的 我好久才绕过来这个玩 现在其实我也无法解释 但是我知道这个点在哪里 然后和同学聚会的时候 他们有一个提到说 哎呀视频上讲 路边的要饭的 就是不要给家 他们都很有钱 我说是的呀 不是有一些社会报道 就是这么报道的吗 他们就觉得 因为他们本来是要嘲笑这个视频 这个视频呢 觉得是假新闻 他本来他的点在于嘲笑我 说中国的媒体都是假新闻 我还认可了这个媒体 他们就认为 你怎么可以这样子呢 他们都去路边要饭了 你还说他们是骗人的 就是他们苦口婆心的 就看着我觉得我没救了 我理解他们当时的那个感受 觉得我就是资本主义的恶毒心肠 我现在想一想 他们就 他们跟我一直是好朋友 难道是想要拯救我的吗 因为我当时很多观点 在他们的眼里 觉得都很可怕 其实我觉得不可怕了 因为在中国确实存在很多这种这样那样的现象嘛 都是在水生活的这种 每个人都活得很不容易 竞争很强烈 这个温暖就会少一点 然后法国温暖的一个社会嘛 所以他们就不理解我们的那个理念 他一直嘲笑中国是资本主义社会 不是社会主义社会 我以前我从来没有怀疑过 党交给我的那些东西 很多中国的小伙伴认为 法国是资本主义国家 不法国非常的嘲笑资本主义国家 他这一辈子都不可能是资本主义国家 他们就认为资本主义国家温暖 就是金钱至上 法国呢现在是第五共和国 就是 怎么讲 法国呢就比较讲究平等 不像中国一样 贫富差距这么大 就富的人呢 他就会利用税收杠杆 就真的是杠杆作用 所以说社会体系 他绝对不是资本主义体系 但是要看你资本主义国家 你是靠什么来判断呢 政策体系来判断的 还是用经济体系来判断的 如果是经济体系的话 那法国其实还是资本市场 钱被少数人或少数企业所持有 那法国呢就是人 其实都没有很多钱的 就是一些很大的大公司 很多都是国企 他们是潜责在那些个别的公司里边 而且你从体系上来讲的话 法国三分之二的人都是公务员 查查这个数据你会觉得很惊讶 我之前在邮政银行上班 法国的邮政银行 然后里边就很多都是公务员 因为它以前就是国企 现在已经改造了 里边的人都是一些 之前还没有退休的人 基本上在退休阶段 都是一些年纪很大的公务员 我真的是见到公务员是如何工作的 其实和中国的国企没有什么区别 当然我这么说我也没有诋毁的意思 我靠想象 我没有去过中国国企 就是该干啥干啥 但是不仅不骂 也不强求那种工作态度 我还记得我当时刚上班的时候 我的领导就跟我说 听说中国人工作都特别特别的用功 我当时先想 我说是的呀 我还挺骄傲的 我说你有活就告诉我 直接说没关系 然后他说 他说不是的 你一定不要这么努力上班 你该下班一定要走好不好 就真的是这样子 我是一周五天 然后一周四天 每两周修多修一天 就正常是双修周日嘛 然后一到四点半 他就给我催我走 你完成就可以走了 当时我干完一个活之后 他说 你怎么把我两天的都干了 就真的那个速度呀 我现在觉得 其实当时的工作很幸福 我也可以想象到 他们对工作的要求 是什么样子的 当然我这个工作的经验 绝对不能够代表 就是法国工作 法国所有的工作 因为我当时那个公司特别特殊 因为它里面的人 都是一些以前国企的习惯 都是一些年纪很大的公务员 因为他们不熟悉电脑 或者当然会使用 在数据分析上面 就是打字方面 其实都还是很慢的 所以你不能对于他们有强求 所以他们肯定没有 这些新一代的年轻人 工作效率高 所以说当时我工作相比来说 比较轻松 然后我和我的法国朋友 去年去瑞士度假 也去了北部 人少的呀 早上一个人都没有 中午也没有 一天都看不到人 我当时就感觉 那天天在这边生活会不会抑郁呀 就看不到人 然后他们就说 这多么的美妙呀 听 安静的声音 这个真的是思想不一样 这个真的一点都不一样 我觉得我待不了 所以我相当于和我的同学们 这个心态 这个头脑以前是中国制造 现在真的是改变了很多 然后我跟我的之前的法国同事们 在工作习惯上又改变了很多 所以我现在 完全成了一个无欲无求 工作不求上进的人 你可以贬义理解 你也可以保育理解就是与世无争 所以我现在就只想要爱和和平 就有点这种感觉 我只想静静的过 当然也不能够做到像法国那么近 其实我已经能够自己独处了 以前在中国的时候 我觉得独处是一件很可怕的事情 所以我现在被稀化了很多 真的被稀化了很多 我现在问题呢 就是有点凌乱 自我认知不正确 然后就又很害怕 想到父母那一边 因为我应该去努力工作 挣钱给他们养老嘛 然后在这一点上就有点矛盾 就有点像狮子王里边 狮子王在山里边作为流浪汉的时候 他一边流浪 一边和他小伙伴们却很开心 已经忘记了自己本来的使命 已经完全忘记了父母那一茬了 当时看这个的时候 真的好感动 好想哭 应该很多年轻人看到这一点都会哭吧 就那种你离开家乡到远方去寻找诗 但是你觉得诗没有找好 但是家乡好像也不太那么好回去了 你不知道该怎么去面对 你当时走的时候 就是双方都一致认为你要去完成的事情 可是在半路你却被外地东西给同化了 你已经不再有你们当时认可的那个东西了 你觉得这是一种背叛 所以挺难过的 这个事说大不大说小也不小 所以自己最近挺想不开的 其实可能过到时间也会想 这算什么事啊 哎呀妈呀 做个视频竟然把自己给感动坏了 可能就是真的不知道该怎么面对 也这个年纪真的也很容易困惑 你刚刚毕业 工作又感觉到跟自己形象的不太一样 父母又在很远的地方 你又很想去帮忙 可是又做不了什么 是挺难过的 但是可能归根到底这一切问题 应该都是现在这个自己力量太渺小 没有实现就是自产自由吧 如果实现的话 可能这些也都不算问题 只能希望在未来能够通过一种自己喜欢的途径 很享受的途径 能够实现这些 感谢观看